自己在家做寿司真菜食料 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详细的步骤分享给大家 今天准备了250克的大米 轻易干净到入点饭锅里 加入300毫升的清水蒸 所用的食材很简单 黄瓜胡萝卜和后腿肠 黄瓜去掉头尾 从中间切开 再一分为二 黄瓜心的汗水量比较高 把它去掉 黄瓜心全部去掉之后 再一分为三 这一根黄瓜就切了这么多的黄瓜条 接下来再切下火腿肠 火腿肠的切法和黄瓜一样 从中间对白切开 这一半的三分之一处切成条 再用一个火腿肠切了六条 孩子不爱吃胡萝卜 把它擦成条更好入味 再来在碗里打入两个鸡蛋 把它搅散 锅里的油热倒入鸡蛋液 煎至一面定型 翻过来煎另一面 两面都煎成这样金黄色 鸡蛋皮就煎好了 放到菜板上晾凉 火腿肠也放到锅里煎一下 锅里再少放一点油 把胡萝卜丝倒入 少加点食盐适量的香油 炒至断生 晾凉的鸡蛋皮把它卷起来 切成宽一厘米左右的鸡蛋条 现在米饭也蒸好了 把它倒入大碗里 加入两瓶盖的寿司醋 适量的香油 搅拌均匀 放得稍微凉一些 现在开始卷寿司了 在卷帘的上面包一层保鲜膜防粘 铺上海苔 海苔粗糙的一面朝上 把米饭团成团放到海苔的中间 大概180克左右 用手上两面推 把米饭铺均匀 海苔的上面要留一只宽的距离 在海苔的三分之一处 挤上沙拉酱和西红柿酱 放上火腿黄瓜和鸡蛋皮 还有超好的胡萝卜和肉松 都均匀地铺在上面 两个大拇指提起卷帘 别的手指按住食材 捏紧往前推 像视频这样 捏紧以后 把它固定 提起卷帘一点点地往前推 到最后把它卷起来 在上下拉把它捏紧实一些 这样一个手丝就卷好了 在切的时候 选一把锋利的刀 刀的上面沾一些水 做法非常的简单 几分钟就能搞定 自己在家做干净卫生又好吃 里面也可以添加 自己喜欢的别的食材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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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支持